大家好,我是Tricia 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智利望赢巴拉龟 在星期五早上 美洲国家杯分组赛继续 身处A组智利 会跟巴拉龟一决高下 智利不单是2015年和2016年 连续两届美洲杯取冠军 而且在2019年 他们还获得第四名 球队过去几年在这项赛事里 都是极具竞争力 所以智利今仗有望赢球 而今届美洲杯 智利会与老对手阿根廷同处A组 在三轮分组赛过后 智利排名紧随阿根廷之后 以一胜两和的不败战绩提前 获得出线资格 首战面对阿根廷 前锋依华加斯为智利攀平比分 在次轮分组赛中 又靠另一位前锋奔给列顿一剑封后 他们一球完胜波利维 上将与乌拉圭交手 虽然中场核心 维达尔送了乌龙波给对手 但伊华加斯为球队贡献入球 最终带领智利进军半准决赛 在第四轮分组赛对巴拉圭 智利在往直上并不处于下风 而且对手仍未取得分组出线 心态上相对有点急 趁巴拉圭近期在胜负之间 陪会的情况下 智利今场有望全取三分 在阵容方面 前锋阿力斯山齐时 因伤无得出场 说回另一边 虽然巴拉圭在今届美洲杯手战中 兴趣玻利维亚 但对手是A组中最弱的队伍 所以这场的胜利价值并不是很大 果然在次轮分组赛里 巴拉圭面对夺冠大逆阿根廷的时候 他们在射门的次数上 完全处于下风 他们想要入球非常难 现在A组已经提前出线的两支球队 巴拉圭需要冲击胜于两个出线名额 但今场要对峙利 巴拉圭未必能达成所缘 原因是 因为双方最近六次交锋里 巴拉圭并没有占据上风 第二 他们在六月之前的四象各项赛事里 巴拉圭有多达三场吃白果 期间前锋安祖罗美露一人包办了两球 但其他中前场的一班攻击手 在进攻方面极之不稳定 所以巴拉圭金仗应该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喜欢这条片的话 就记得给like 和要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再share给你的朋友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